从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十四世纪兴起的唯一复兴 慢慢地牵引中世纪神学一统欧洲 古希腊的文明烛火被扑灭 理性被笼罩于穷隆之下 哲学论为神学的婢女 中世纪的学者远离了古希腊的理性 他们仅从奥古斯丁·普罗提诺的著作中 也约知道曾经存在一个叫古希腊的时代 那个时候天空很蓝 阳光很清澈 一群歇贤大者用欺贵的思维思考着世界和人本身 而漫长的中世纪文化和艺术只有一个方向 那就是为神服务 所有的绘画 雕塑 微学诗歌都充满了宗教的象征主义 那些超越人之上的神的意义成为无所不在的意义 当欧陆沦为目光之城时 阿拉伯地区却正进入思想的黄金时代 百年大发业运动如火如荼 阿巴斯王朝把古希腊诸多经典翻译成阿拉伯文保留 托勒密 欧吉里德 雅里士多德 柏拉图等著作进入阿拉伯图书馆 为欧洲唯一复兴保留了火种 公元14世纪到16世纪 由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入侵 拜振廷提国大批学者带着古希腊的哲学艺术文学纷纷逃往西欧避难 这导致了古希腊思想重新在欧洲落地生根 历经千年 理性的种子终于在他的故乡再次萌芽 中世纪后期 思想精英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摆脱神的意义 而转向观照现实世界 而达凡奇正是这种转性中的重要代表 他带着人类天生的好奇 把目光从天空转向人间 为什么河水会有漩涡 为什么树叶如此神奇 为什么彩虹总是在雨后出现 为什么鸟儿能够飞翔蓝天 达凡奇对现实世界的好奇 推动了从神曲到人曲的伟大转向 一个不想当机械式的画家 不是一个好工程师 达凡奇不单是伟大的画家 在其他领域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在维米兰大工工作的日子 达凡奇表现出强悍的工程技术能力 他构思出世界最长最坚固的桥 以至于许多年后 麻省理工学院用达凡奇的思路 恢复了他的桥梁模型 发现即使放到现在 这个桥梁也是杰出的设计 和中国墨家的鲁班很像 达凡奇也热衷于制造军工产品 在他庞杂的设计稿中 人们发现了工弩坦克大炮装甲车 甚至还有潜水艇的概念模型 记住这可是在600多年前 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和材料限制 很可能颠覆历史 和所有的天才一样 达凡奇对天空和飞翔充满好奇 他提出了世界最早的扑翼机模型 被现代人验证是可行的设计 为了研究人体 他还多次解剖尸体 获得了精确的人体结构数据 这在中世纪末的欧洲 不管是观念还是勇气 都体现了巨大的开创性 如果说牛顿为了荣耀造物主 而偶然揭开了自然的秘密 那么达凡奇则是因为对世界的好奇 从而溃得自然的真谛 他脑海中那些灵光乍现的灵感和奇思妙想 是人类天赋中好奇心的集中展现 天才跨界人民艺术家达凡奇 一生只有二十多幅作品 却成为不朽的画家 2017年达凡奇的救世主 在加士德拍卖 以4.5亿美元成交 刷新了人类历史上 艺术品交易价格记录 瓦萨里在达凡奇传中写道 造物主实有不公 他将智慧优雅以容貌 赐予一人之身 以至于此人在云云众生中如此耀眼 而李奥纳多达凡奇就是这样的人 达凡奇和他的蒙娜丽莎 之所以成为唯一复兴的旗帜 因为他们不仅是一个人 或者一幅画 而是成为一种符号 一种象征意义 他们打破了人 只能为神做神曲的卑微 吹响了唯一复兴伟大的人曲